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最近因为本土疫情反弹 大家又开始关心着相关数字的变化 其实在前几天就上周 有一则新闻让大家已经有点紧张了 就是分别在台北还有高雄举办的智慧城市展 因为有外宾前来参加 所以是采防疫泡泡 也就是说它是有别于一般的入境管制 但是却有至少三名外宾是确诊 也占了不少新闻的关注度 不过其实在今天我们提这个 也是说要告诉听众朋友 也值得来进一步看到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到底有哪些国家来参加这一次的智慧城市展 而且他们所探讨的到底又是哪些议题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在经济产业面的一个交流 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数位发展的商机 谈到这个我想在今天特别邀请财学刷周刊的传书委员 由小燕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如果是前进东南亚 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说 如果以政策面来看就是所谓新南向 应该有蛮多商机 有蛮多可能的 我们非常欢迎专书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就也许我刚刚所提到的像这个智慧城市展 来的国家就有来自印尼跟泰国 所以表示说他们对于这个智慧城市呢 已经有一些想法或说要来取经也说不定了 好那我们其实谈到了所谓新南向 嗯如果在时间在往之前推 就是我们的李登辉总统时代就有南向政策嘛 对不对 是没错 对那个时候就有 那我们参议委员总统上任之后就推一个新南向 那么大家也在看如何跟我们的产业做一些对接啦 比如说五加二产业啦 好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时间在往那么久的时间来推 其实就有些厂商已经前进到这些国家了 先从他们这些产业怎么样来看 现在东南亚的一些商机啊 我们如果以台湾最被外界称到 就是我们的半导体 如果说是做这个笔电的话 诶我们来看看这个红杰集团 他们是不是早就有前进这个东南亚 或许他们的观察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或进一步来关注 是是呃就是主持人有提到嘛 刚刚我们重点是放在这次南向的这个部分 其实刚刚有讲到智慧这个城市的论坛 有非常多南向的国家都来台湾取经 其实呃有做一个调查 就是呃有问说呃东南亚 譬如说印度呃越南马来西亚 当时这社会有做一个调查 就说呃他们对于台湾 有什么产业是相当有兴趣的 我那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心想说嗯该不会是我们的生机业 或是食品业 嗯因为这时候我们会觉得 诶他们可能比较需要这个部分 可是没有所有这些国家 他们全部一致都选智慧城市 就是在他们印象中台湾是一个 非常有高度智慧城市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们的ETCR是可以 不用收费语言的 对 就是之前飞到收费语言之后 嗯就是可以权限都是 整个用这个AI的这个 嗯影像辨识然后来收费这件事情 他们觉得这件事很智慧 嗯真的耶 像现在比如说好 呃我觉得就是停车 好像也就是一个辨识 很快就可以进场 车号扫描这也很快 对对对 就是直接进去 对搭公车啊 在台北市如果搭公车的话 你可以知道几分钟之后 什么车子会过来 对对对 对没错 所以在他们印象中 其实台湾就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是也有特别来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进入南向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着力点 就是说嗯 其实南向国家跟我们过去的想象 其实也已经不太一样了 因为有非常多国际大厂 还有这些其他国家 比如说日本韩国或是欧美 都有去南向国家投资 其实也带动了当地 很大的一个发展 其实他们也进步了非常的快 嗯 那跟早期过去 我们讲到的这个 台湾首先首批南向的 就是在这个李登辉时代推 大概是在1990年代 推行的这个南向的这个政策 的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了 因为当时候是因为台商大举袭 就去中国大陆 那当时候就李登辉有看到 大家把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面 是一件非常风险很大的事情 所以他就鼓励台商说 我们也可以去这些南向国家 去投资啊 不一定全部都要去中国大陆 所以他有一波鼓励的政策 嗯嗯 记得那个时候提出 有四个字是吧 借急用人吗 没错没错 大家应该都很有影响了 对对对 哦对 当然现在的政策也 就是会有一些 调整了 你看我们台积电 也可以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是没错 但是就是我 这个我们是多方投资 所以这个数位的商机 因为这一次在 谈到这个智慧城市 就蛮多新南向政策的国家 都有来到这边 我们刚也稍微分享了一下 台湾到底有多智慧哦 那我刚刚提到 像黄金集团 他们有前进 他们的创办人 就是施政荣 在台湾业界 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 都会听听 他怎么样来看产业的发展 那他对于这个 新南向的这个商机 他怎么样来看呢 是他其实就是 那一波 李登辉时代 推行说可以去南向的时候 他大概就在那时候左右 就已经去东南亚投资了 他首先去投资泰国 他的想法是说 他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概念 就是在竞争 比较不这么激烈的东南亚 他先进去插旗 那在这边深耕地固之后 然后地位也稳固之后 然后再往这些 先进国家发展 所以那他这个策略 其实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鸿基这个品牌 在泰国其实 好几十年来都是 市占率都是稳作第一的 所以这个乡村包围城市 这个策略算是奏效了 不过就是也会在台湾先电兵 我们的技术上是成熟的 然后在那边再做一些行销 所以就以泰国做一个跳板 也把产品行销到更多国家去 那如果说以数位化的 这个商机来看的话 是这种创卖人提到 未来可以怎么样来掌握的呢 因为他的方法当时候是 用这个乡村包围城市之后 他先进东南亚之后 再进拉丁美洲 然后再进北欧 这些都是市场竞争 较不激烈的国家 然后后来他再进去美国 再打城市战 然后这当中就是 在美国因为要打品牌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要花非常多成本 然后他再说 因为他在其他地方的这个脚步 都非常稳固之后 在美国后来也顺利的 就是攻下美国市场 他大概是举这个例子是说 其实东南亚是一个 非常值得我们台湾人 去布局的一个国家 对 第一个是因为 东南亚有华人 因为他说他当时候去泰国的时候 其实他跟当地很多华人 就是由华人开始帮他打市场 至少我们的语言是可以相通的嘛 对 那再来是距离 我们距离东南亚 也比欧美国家距离东南亚 甚至比日本跟韩国距离东南亚 都还要近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再来是说 我们台湾有自由民主 然后对他们的印象是 台湾是一个高科技的国家 是一个智慧城市的国家 所以国家的定位 其实是相对高的 所以在他们眼中 其实我们算是高科技国家 他们也非常欢迎 我们去他们那边发展就对了 尤其最近整个民主的议题 就是整个民主意识 有逐渐升高之后 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形象 还有我们就是整个口罩国家队 还有我们防疫其实做得非常好 就是在国际地位的形象上面 都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其实东南亚国家 是非常欢迎我们的 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被欢迎 一定会有很多机会 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洽谈的 所以这是提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在泰国 红极集团就是这样子 来前进一些欧美国家 那么从东南亚开始的 好那谈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在想智慧相关的产业 还挺多的呢 除了这个智慧城市之外 我们的智慧医疗很厉害的 这个是不是在当地 应该也有商机可期的 是是是 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这个 其实技术力 其实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知名 所以智慧医疗 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近南亚国家 一个蛮好的一个潜入点 这次也有采访到秀传医院 他们其实就是 有在马来西亚 还有在越南 都有跟当地的医院 签订这个合作备网络 推广那个 伪创手术的 楼园区医疗的课程 因为秀传医院 它是有全亚洲最大的 远区伪创手术中心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 就是如果 像是在疫情之前啊 就是每年大概有 3000位的医生 都会来到他的这个 伪创手术中心来 学课程 大概半数以上都是外国人这样 所以其实 是一个非常好的 台湾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啊 就是在这个 智慧医疗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 如果我们 有成功的 顺利接轨起来的话 就是说 未来这个 施行发展越来越成熟 我们可以透过原局医疗 比如说 在越南啊 就是可以透过视讯 然后来 协助当地医生 来诊断病人 或者是 进行这个原局的手术 其实都是 非常期待可以看到的前景就是了 是 我想台湾的国际医疗 是很有口碑的啦 如果是从商机面来看 就是在商严商 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远距医疗 也是台湾的强项 就是一个数位远距 我们就可以来 帮病人来诊断 我想呢 听众朋友应该也会有看到 这类似的新闻 就是说 因为常常有一些疑难杂症 很难医治的 但是他们就是 不远千里而来 就会来到台湾 那台湾的这个精湛的医疗技术 这个团队呢 都把这个困难的问题给解决了 当然他们应该也会希望说 有更好的这个医疗资源 是不是可以进到 他们的这个国度里头 那如果台湾可以用数位方面的 这个技术来做一个加值的话 我想是商机也是可期的 这是在这个智慧的医疗的部分 再来我们来想象一下好了 这疫情之下 虽然也不见得在短期之内 可以马上就到一些国家 像我们当然知道 像越南还有泰国等等 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些国家 都还是有疫情 但是就是说 如果听众朋友 您过去有这个旅游经验的话 那去到这个地方 我如果要骑机车 有没有类似Uber之类的 就是说他们还有什么样的商机 也许是我们台湾 可以来做这方面的把握的呢 是是 这次我们提到这个新南向的概念 其实重点是放在数位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因为 大家知道我们就是 共享机车其实也很盛行 然后还有电动机车 现在因为机车的这个市占率 台湾该是全世界最高 就是密度最高的 大家都知道 就常常看到一张台北桥下的一张照片 然后就像机车扑布一样 密集度非常高 所以再回过头来 我们从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他其实是推新南向政策 那时候台湾的这个科技业 其实就是已经蛮突出的 就是也很发达 所以他是用这个科技的基础上面 鼓励大家去新南向 那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大都三基金会的 农与董事长林家龙 他现在是这个无论所大使 就是他来负责这个数位新南向 因为他之前在台中担任市长的时候 有接触到当地很多就是一些 大家都知道台中就是 制造业的黄金朗带的地区 很多的厂商啊 很多业者都跟他建言说 其实大家台湾现在都面临数位转型 对那东南亚的一些厂商 也是面临到数位转型这件事情 那台湾的优势 其实就是一些互联网啊 还有物联网 还有一些这个资通讯的这些 是我们的强项跟优势 其实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呢 好好的来向发展 而这也是这些东协国家 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林家龙先生就一直建言 这个小英总统 说我们可以来做这个数位这部分 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就是我们去东南亚街头 我们有可以想说 我们可以骑这个共享机车啊 或一些共享设施 其实都是有的 就比如说我们台湾的这个光阳机车 其实有在印尼跟这个新加坡 现在在他们的国家的街头上面 都会看到光阳机车 而且是光阳的电动机车 还有换电站 就是其实台湾有一些业者 都已经默默的去东南亚 已经开始布局了这部分 都看到这一块商机 好 非常谢谢专事委员 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告诉我们 这个新南向的商机呢 是慢慢开拓出来的 那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 欢迎我们去投资的 所以我想这样的商机是可以在进一步来把握的 我想在节目稍后呢 我们再来谈到底还有哪些产业 也有前进机会的呢 当然我们谈的是机会 也许呢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在机会的同时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先预为准备 才不会在我们投资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困难 这个我想呢 稍后节目当中 我们再请 财全双双宽的专事委员 尤晓燕来跟我们谈这个面向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 今年83岁 已经打完第三季COVID-19疫苗 打疫苗前要吃饱睡饱 确定身体状况良好 长辈要请家人和照顾人陪同哦 打完疫苗请在现场休息 观察至少15分钟 回家后继续注意身体状况 多休息多喝水 我是陈淑芳 请跟我一起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良安居 虽然疫情还没有缓解 但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得持续哦 因为这影响的冲击实在是太大 事实上的数位呢 也是一个商机的可能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采讯刷周刊的 专属委员尤晓燕 来跟我们谈前进东南亚的 数位商机 但事实上刚也触及到 这个台湾西进呢 也是持续的 但是呢 在东南亚也是商机可期的 刚有提到说 资色会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一些国家呢 他们希望跟台湾对接的产业呢 其中呢 首选是这个智慧城乡哦 也的确我们如果看到台北的发展啊 跟他所表现出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东南亚国家这么的欢迎 也希望来取经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全球知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就公布 2021全球智慧城市的指数 台北市在118座城市当中脱颖而出 要进全球第四名 在我们亚洲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新加坡 我们总体指标是A 我们还比去年要进了有四名 真的是很不简单 再者我们在今天也特别有谈到 哪些数位商机是可期的呢 就是一个共享的交通工具啦 还有智慧医疗啦 这个都是OK的 那还有就是电信产业 也可以把握周知委员 这部分来看业界他们 有什么样前瞻性的观察呢 是电信产业其实 我们的电信三雄嘛 就是其实这里面最积极的 就是中华电信 因为台湾有5G之后嘛 他们其实也非常想去南向国家 布局整个5G的智慧物联网 譬如说像中华电信 他们就吸手泰国国家电信啊 还有最大的虚拟行动服务供应商 当地的还有太达电打造这个5G的专网 希望可以就是透过5G 然后布建整个东南亚这个部分 那还有像台湾大哥大 就是他们旗下有电商公司嘛 他们有去东南亚投资这个电商 然后他们也用了这个创投机器 去布局这个东南亚 其实大家的脚步都是非常积极的 对那在智慧城乡的部分 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 好好着力的领域啦 就是说像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他们很喜欢觉得我们台湾的城市 非常智慧 是因为譬如说我们的这个ETC的收费 高速公路的收费系统 那所以就传来好消息就说 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 远通电收就是跟泰国的这个 当地的集团合作 然后一起来新建他们高速公路的ETC 这个案子 预计在2025年就会完工 那他们是拿下两条高速公路 那泰国总共有21条高速公路 对那之后等于说 我这两条如果建立的很好的话 那未来21条 我就是会比别人更有竞争力 去得到这个21条的标案 那其实不要觉得这个标案非常简单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个标案其实是 欧美这些国家 还有日本韩国都有一起来竞争的 结果最后是台湾雀屏重选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也算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也是蛮值得台湾人骄傲的 就表示说我们这整个在 譬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要有这个ETC上面 必须要那个影像辨识系统 也要辨识车牌 然后东南亚的国家的车子的类型 有很多 品牌也很多 然后也很容易塞车 提给他们的表案是说 他们运用整个大数据的运算 还有影像辨识的部分 来解决整个他们塞车的问题 结果让泰国就是 觉得眼睛一亮 觉得这个方案是非常好的 是 我相信这个泰国的官员 跟他们的一些团队 最近来到台湾 因为他们有参加 在台北高雄的智慧城市展 应该让他们体验一下 就是台湾有ETC的收费 真的很方便 以前很难想象 我们想说这个收费员 他们因为这样没有工作 可是可以想象就是说 以前这样用人工收费 真的很容易塞车 但是没有想到说 我们还是有度过了 这个改革的阶段 虽然也是有一些 必须要去克服 不过就是我们 用我们的数位科技 也可以把这样子一个 算是一个里程碑吧 也算是一个创举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技术 在国外强得商机 我们再谈到 在这次的高雄智慧城市展 就是越南方面 也有提出他们未来的一个 数位转型计划 就是到2030年 他们的数位政府 数位经济 数位社会 都有一个目标定在那里 所以对于这个数位方面的产业 他们应该是开大门欢迎的 另外在参加这一次高雄智慧城市展 我们也看到这个台湾跟泰国合作了 泰国安美的台北智慧城 一个启动仪式 我想这都是显现的 台湾在东南亚建立广大制造业生产 激励多年之后 那么首先 这个标局并非单纯制造了智慧应用领域的一个南向的一个发展 好谈到这么多的商机可以去把握 我想这都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一个奠基 但是就说是不是还有一些课题必须要去克服 我刚刚是说他们应该会欢迎我们去投资 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商演商 我们总是不能够让成本太高 还有各方面都要让我们投资者觉得放心跟满意 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所以这个投资诱因够吗 投资诱因其实绝对是够的 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国家其实现在国家才开始慢慢要经济整个成长 那我们刚好可以卡住这个空缺 那其实是我们主要是我们进去这些国家 我们自己的脑袋可能要转变 因为过去我们进东西这些国家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要运用他们当地便宜的劳动力 然后做产品啊 可能是做纺织啊 做成衣 或者做鞋子 然后再外销欧美嘛 那其实现在我们应该看的是他们当地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内需的这个商机的市场 就说过去我们要从这个制造导向的这个思维要转向市场导向 就说我们应该要看台湾的服务业啊 可以给这些东南亚国家提供他们什么样的服务 然后还有如果我们要在他们当地行销 我们必须要用他们当地的这个行销人才也可以结合当地的一些伙伴 就说我们不用自己独来独往 我们可以拿群架吸手伙伴 刚刚有提到宏基的创办的市政 先生有给我们一些建议 就说其实他说我们不要一直想说我们是要去赚国外的钱 他说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应该是说我们要对国外有什么样的贡献 而他们要回馈我们什么样的利润 所以这个一样就是整个做生意就是要互利也要共融 然后大家一起这个打群架 才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容易成功的方式就是了 不是只有自己好 就是看到自己的利益 这种态度跟这个眼光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才能够订单源源不缺的进来 刚刚提到市政荣创办人 他有提到这个语言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华人 我们也看到台湾有不少的厂商都会有培养干部 这几年我们也配合着新南向政策 应该说我们也看到新南向政策对我们的改变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学他们的语言 或者说我们用英文也在当地是可以来跟他们沟通的 还是说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的台商也可能要换位来思考 或说要有什么样的转换的思维呢 就是说要占人家便宜啦 应该跟他们一起合作 跟当地合作也可以 甚至是跟日本或韩国的 因为其实日本和韩国他们布局东南国家也是非常久的事业 跟他们合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这个行雄 就是说未来我们其实台湾 就是林嘉隆大使他有提到说 台湾其实是应该要输出整个系统解决的方案 而不是单过去像单一的产品这样子 只有服务还有系统解决这件事情才是台湾的想象 就是说这样子才能避免这整个消价竞争 对然后提高我们自己的附加价值 就是我们大概归纳来说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最值得进去东南亚国家的四大产业 也就是智慧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医疗跟智慧成像的这个部分 是我们提供服务也是我们的优势 四大数位商机 刚刚提到日本韩国也在那边竞争 如果跟他们一起合作的话 商机应该是更可以拓展 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东南亚也有不少的投资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对东南亚一些国家来说 他们早就应该知道 有中国大陆跟台湾不一样的这个厂商会前进 但是可能会遭遇到面临的是什么 是人才吗 或是在这个管理上 或是价格的竞争吗 这是一定的 就是说我们进南向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大的挑战 其实也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关键因素 就说他可能就是对于我们去投资是比较不利的 就是说看你哪个国家或是南向国家是哪个国家比较轻松 大家过去都讲这件事情 那轻松的话那相对对台湾就是比较不利 可是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台湾现在就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 就是从口罩国家对到科技防疫之后 还有智慧制造到智慧交通 就是让整个国际上看到台湾的科技跟产业的实力 还有我们台湾其实对人是非常友善的 所以呢我们有希望是说台湾呢 不该只有台积电这个护国深山 应该要有更多的护国群山 在印太地区就是在东南国家 在印太地区就是扩增我们整个数位领土的这个版图 就是增加我们国家的影响力 然后来保障台湾的这个安全 就是说可以用这个概念去拓展南向这件事 是那么这对国家整个思考来讲的话 的确是如此 那回到就是产业企业本身 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拿到更多的订单 当然要互利 不要忘记是任容创办人他说的 我觉得这句话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警醒 那我们看到就说 在疫情之下呢 我们的口罩的源外呢 其实没有想到说我们的科技防疫做的这么的好 我们在业界常说这个危机呢 可能是转机 那我们在今天探讨了这个数位新来向有智慧城乡 智慧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医疗 我们都可以来输出 我想应该换个词应该说 危机呢在疫情之下呢 我们还是有上期的 当然这是要有很多的条件 因为我们真的是多年来的一个投资跟努力 所以有些突破 当然到海外难免还是有竞争对手 怎么样去做经营策略的一些调整 我想当然企业会算得比我们更精准 也会更有多方面的思考 好我们在今天呢 非常谢谢彩讯双周刊 众事委员尤小燕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前进新来向数位商机怎么样来把握 但是有哪些问题呢 可能欲为准备想好他的解方 我想对于投资会更顺利 非常谢谢 有小燕专事委员谢谢你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 好 持续相关的焦点 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10月 在东亚峰会提出 印太经济架构 台湾已经表达参与议院 那么比较新的进展是 美国联邦众议院台湾连线 共同主席下坡等人所发起 一共有200位众议员 联名致函 美国商务部长及贸易代表 时间是在美东时间30号 那么他们是强调台湾应该受邀参加 印太经济架构 主要理由 台湾是印太区域的主要经济体 也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 另外也观察台美从2020年以来 举办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对话范围相当的广泛 另外台湾从1991年来 活跃亚太经济合作会 IPAC积极跟区域伙伴合作 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 那么台湾也透过台美全球合作 及训练架构 跟区域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同时从2015年成立以来 都吸引数千人参与工作方 吸收台湾专业知识 而我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在台北时间31号则时表示 印太经济架构主要目的是 推动高标准的贸易行为 我们也会持续跟美方 就印太经济架构不论是 相关目标以及推动相关模式 持续交换意见 同时华交部跟相关部会 也会持续透过台美既有的 经贸合作机制 来深化台美不论是 供应链韧性基础建设 相关多元议题的合作 以上就是今天凉安居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王丽杰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再会